哈喽各位观众网友们大家早上我中午好玩家好我是狗狗屈 我想吐槽一下卡表他说不会出杀鱼龙的 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对 然后他就出了就是认谁更表那就肯定是表不过卡表了 那这个卡表也知道自己很表 所以他说这个不是杀鱼龙 他也不愿意自己抽自己脸 他说这个叫尹是从龙的情内分离出来的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一个理由就多了一个杀鱼龙 OK那这个角色我是留了两天去没有做这个视频 是第一时间去练习一下 练完了以后呢再来评测一下这角色的一个强弱 那我觉得这角色呢当属非常全面 在街霸系统当中该有的都有 有生龙有波 当然这个波是个火波 他有个发动上面看起来挺快实际上也不快 尤其是火波的话还是比较慢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根本不能称之为波的波 这个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待会慢慢跟你讲 那有旋风这样的伤害带入啊 他的旋风打中以后是可以杰森龙的 对吧 可以在任何一个招式后面就可以带上旋风 轻攻之野可以带 轻攻之野能带 但你这个杰森龙要快一点 所以这角色在宣传片的时候呢很酷炫 对吧 他是有各式各样花式的连段啊 但是其实这个角色不是很迟连段 因为你会发现 在实际的对战过程当中 你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去打对手连段啊 打没机会打 因为你很多时候没有压起身的机会 哎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角色你会发现 当你打完这种小生龙的 小生龙的连段以后 对手离你的距离都是很远的 对不对 根本摸不到对手 所以很多时候你都连不上 很多朋友为了追追求一个压起身怎么做呢 我在这边用旋风不接生龙 你可以压起身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要做选择的 当然我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的方法 是什么呢 你中圈两下摸完以后 你在这个位置 还剁一个中的龙爪脚 你就会发现 我可以在这里直接投对手 也可以直接 也可以直接打康打对手 可以摸两下 对吧 可以打康 万一清 清拳打到康 可以再接一下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用法 一个用法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 去打这样一个贴脸肉搏战 而不是跟对手打入利回战的话 就是连招 尽量用这个中龙爪去收尾 这么出了个升龙 就可以做到持续压制的一个效果 这个角色利回方面呢 比起龙来讲相对会好一些 首先他的移动速度会比较快 那移动速度比较快的话呢 而且还有点飘啊 高高低低的 很飘 那他的一个前中拳 是非常好 可以用来打一些插盒 或者是封堵对手前进的 而且一旦命中第一段 你有很充裕的时间去确认第二段 打中了以后按下中角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前压 到他的面前了 不过这角色我觉得 他的前前速度不算特别快 那还行吧 反正比龙稍微慢一点 我觉得 那这个角色的轻攻击呢 从各方面来讲 其实不算特别的好 因为我看了一下 如果说对手是防住以后 直接投的话你会投不中 所以这个角色 还得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一步的话 你没走好就会被对手抢掉啊 所以这个角色当中是会有很多变数 不像加米这么流氓 当然他也可以轻攻击 轻拳点啊 但这个只有一针有力 也就是说对手抢三针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头就会被抢掉了 所以在发动一些近身的强则的时候呢 这个角色不是特别的好用 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角色 你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连段 呃 这么难 这么花 我怎么办 那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游戏当中啊 你不用去学一些特别复杂连的 这街霸当中啊 越简单的连段越实用 伤害越高 所以我在这边呢 推荐 给你推荐一下 就是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连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他的那个远距离的摸角 对吧 这个东西打完以后 除非你开V 否则是接不上 要么就是在板边啊 所以我就不去多角了 那另外一种的话 他一个主要的C康是分两个东西 一个战中 你要打中以后呢 是可以接中拳的 对吧 那我接中拳以后 就给了一个旋风 啊 就可以打上一个267的连段 那还有一种魔奖打中以后呢 是VS的 VS打中以后呢 他给你提供了一个下中拳的时间 他给你提供了一个下中拳的输入时间 所以你在下中拳 你可以前前以后去打一个下中拳 那在这个里面呢 你战中拳是接不到龙爪脚的 你看到是接不上的 只有下中拳才能接得上啊 但是下中拳的这个射程啊 可以让你感到惊恶 除非贴脸 不贴脸的话是根本不能命中的 所以你真的要用中拳打龙爪脚的这个距离啊 非常的少 啊 机会也会非常的少 只有在这样的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命中才可以 如果说对手距离比较近的一个情况下 比如说龙的神龙打龙 他肯定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你就可以用中拳起手去打一个下中拳 然后去连这个连段啊 这边没有 我这边掉连了 大致上就是这样啊 这样子连是比较实惠的 那其实其他的 你看到很多那种VT连段啊 很花在天上飞个大半天的 没有什么作用啊 不用想特别多复杂的东西 这么连就对了 那关于这个角色的气怎么来消耗呢 嗯 几个东西啊 我觉得他用气的话 我给你们简单讲一下 EX神龙就不用说了 EX神龙的话 可以在这个清旋风后面补足一个伤害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你只能打一个小神龙 对吧 你可以选择用EX的神龙去打 那可以补足一个伤害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中拳两个锅 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打一个神龙的 那还可以 就是说我在这边把他打奔地以后呢 我可以在这边秀一下自己喜欢的连段 但是后面是没有伤害的啊 所以具体有什么 具体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呢 我也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意义 EX龙爪脚 它虽然很多时候连段是够不成 但是它是一个中段 它是中段 而且伤害会非常的高 啊 伤害144 如果对手蹲着的话 就是在板边 你最后压起身的时候 一脚跺下去 很有可能会把对手直接跺死啊 他蹲着就直接跺死了 比起用这个中拳 前中拳跺一下 伤害是翻了将近一倍多啊 其实如果说你要消耗气的话呢 我这边就推荐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了 推荐最简单的 诶 用EX的 然后EX波跺一个脚啊 这个就伤害跟气都消耗掉了 如果你有三个气 麻烦你用CA 其他都不要用 对吧 OK 那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VT1了 VT1这个东西呢 可以通过按这个VT键啊 就是中拳中拳一起啊 你就可以在原地飘来飘去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队打击是没有无敌的啊 对面真的干你 你还是会被干爆的 那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啊 我个人总结出来有这种用途 比如说你被对手压在板边 你瑟瑟发抖 你凹个声龙啊 你凹中对手了 对不对啊 万一对手防住了怎么办呢 当你在板边 你有VT1的状态下 你被对手关住了 你耗个声龙往外飞 你就成功解围了 对吧 你可以来个两次啊 还是可以的 那当然这是其中一种用途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可以通过火波 然后过去压制 那你会进到板边啊 不过你拥有三阵的有力时间 你可以直接去请对手吃一些责 那这些东西就见仁见智了 当然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他在用这个VT上面啊 主要还是靠这个 就是取消 哎对 你给我一个EX波出去 是可以取消这个VS的 这个VS打过去以后又是一个晋升 如果对手抢招呢 直接被你干爆啊 接下来如果被命中的话 就是一套400伤害连段 所以这东西啊 可以用来摸两次脚 OK那我们讲一下 这个VT其实还有个用法 就是你可以过波 当对手发波 你可以直接上脸 看到没有 如果VT的话 我们遇上像狐狸啊 龙这种比较擅长发波的角色 我们可以这样子直接倒到脸上去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用法 你可以了解一下 他可以过波 但是他对打击是没有无敌的 如果对手用拳都挥你你就中 那VT的话 你还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你只能通过普通拳脚开兵 你发波 开不了V的 你看升龙 哎打出个C了 升龙也开不了V 对吧 所以你要打的话呢 就EX波才可以开V 只有EX版本的波才能开V 那VT的话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我建议大家就是多用用VS 用好这个VS会比较重要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VT2 VT2的性质比较简单 你飞一下飞到对手脸上 垂个160的伤害 对吧 这个东西可以预读对手发波 然后你可以一个大旋风 送上天以后再取消 下来补足伤害 伤害还是挺高的 很可惜只有两发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就是开启VT2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顺移杀 你可以用顺移杀 直接一排飞过去 对 那这个顺移杀的话 你还有一种比较有奇特的用法 因为顺移杀它是个指令头 但是它的顺移杀呢 是可以直接带入连段的 还是比如说你摸中对手一下 我可以直接一脚就把这个顺移杀给带进去 单发做个确认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打击系的指令头 比较有意思的 那最后总结一下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手脚长度中等 近身压制能力还算过得去 然后伤害上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角色 对吧 很容易就可以打出三百连段 这并不是每个角色都能具备的 那移动速度比较快 配合一些性能相对不错的拳脚 可以在力回当中帮你获得不小的优势 所以你要玩这个角色 其实你还是需要耐耐心心的 慢慢在中距离跟对手慢慢打 把对手关进版边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近身火波的压制 如果对手近身火波以后开V 如果对手防住交VR 请他吃一发直跳 或者吃一发VS 都可以当场请他上路 OK了 那这个角色的话基本上就介绍到这边 我今年的话应该也不会用这个角色 这角色的 我会等一些高手开发的差不多了 我再去学习一下 然后自己的话 还是会多多研究小英跟将军这两个角色 还是以这两个角色为主 好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M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